开心也非常荣幸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跟每一位你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还有我的故事 其实啊 畏惧这个情绪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是非常常见的 比较日常的学习驾驶 刚刚开车的时候 会特别害怕 害怕碰到别人也害怕别人碰到自己 再比如说学习游泳 学过游泳的人都知道 学游泳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呀 在水里边浮起来呀 在水里边浮起来就需要 克服对水的恐惧 你越是害怕 整个轮就会沉到这个水里边 然后掐上一口水 你会发现自己更害怕了 如此往复循环 那你肯定是学不会游泳了 不过生活之中啊 这些都是小事 你要是实在害怕水 你就离水远一点嘛 你要是害怕开车 那咱就打个滴滴呗 对吧 心理学生来说呀 你害怕什么就离什么远一点 这属于一种回避行为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被回避到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成为一个无谓的人 首先 请允许我带着大家 从心理学的角度 切入到恐惧这个本身的概念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谁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位祖先 这个祖先他天天忙着干点啥呢 每天忙着去打猎 和野兽搏斗 他好抢占更多的食物资源 他还会抢占更多的安全的地盘 来避免自己啊 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一面呜呼 他还会抢占更多的雌性资源 来保障自己子孙后代能够繁衍下去 其实恐惧是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情绪 他从很古老的年代就已经伴随着我们每一个祖先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害怕畏惧这种情绪呢 是因为这是一种生存本能啊 这种生存本能是他们活下来的一个根本 当他们遇到畏惧的时候 他们身体会产生应激反应 什么是应激反应呢 我带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当一个人他遇到威胁 威胁的时候 他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的身体啊 心理方面的变化 他会释放更多的荷尔蒙啊 酶啊 以适应这种威胁 1929年的时候 美国心理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叫做战斗或逃跑反应 Fight or flight response 指的就是当我们的祖先 还有我们现在的人其实也是一样的 遇到了威胁威胁的时候 身体会迅速的进入一个非常紧张 非常警觉的状态里边 非常警觉的状态里边 去应对眼前的威胁 告诉身体 我做好准备了 你可以随时逃跑 也可以随时战斗 好了 祖先这块咱们说完了 下一步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谁啊 这个就是我们普罗大众的议员了 这一位就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一个社畜 他天天都害怕点啥呢 害怕今天任务做不完 被脑批评了 今天要去相个亲相好 可能被爸妈骂了 他害怕自己的同龄人过得太好了 显得自己很碌碌无为 他也很害怕自己的将来 他觉得未来特别迷茫 自己无所适从 这些一切的统俱 大家可以看出来 已经无所谓生存本身了吧 没有一个事关生死 但是祖先给我们的情绪 给我们的这一个宝藏 生存技能 他一直延绵到了今天 是战斗啊 还是逃跑啊 其实当年祖先遇到的都是一些短期突发的事件 对于现代社会里的我们 其实它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甚至会变成负担 所以可能听到这儿以后 你一定已经发现了 那这个恐惧情绪 它本身就是一种本能 它能够被战胜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 我再带着大家了解一个 心理学上的概念 叫做认知行为治疗 这也是一种治疗方法啊 这个治疗方法里面 一共包括两个大的部分 分别是系统脱民法 还有暴露疗法 这两个方法用来治疗恐怖症 也叫恐惧症 有特别确切的疗效 特别好 恐怖症又是什么呢 在我当年学习临床医学 我的教科书上是这样写的 是一种以过分和不合理的 惧怕外界某种客观事物 或情境为主要表现 患者明知道这种恐惧 是过分的或不合理的 但是仍旧反复出现 难以控制 比如说 广场恐怖症 这个人特别害怕 在一个空旷的环境待着 然后他也害怕自己独处 再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 社恐 社交恐惧症 如果一个人有社恐的话 他很害怕和别人进行交流 他交流的时候可能会满头大汗 甚至会惹心呕吐 那这俩疗法干了点啥呢 系统脱民法呀 使用了一些心理学 或者医学生的方法 去改变他对这个客观事物的错误认知 暴露疗法呢 暴露疗法做的就是 你不是害怕广场吗 我反复把你暴露在这个场景之下 让你反复接触这个场景 那么这两个治疗方法 是不是对在座的每一位 有点什么启示呢 对我而言呢 其实我觉得我领悟到的 疗法本身是以医学的方式 走向极致的人生态度和哲学 想要克服恐怖症吧 正是这个困难的客观存在 然后接受我们自己畏惧本身 说克服畏惧 说战胜畏惧 我觉得呀 这些都是不贴切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克服的一定是困难本身 不能是畏惧呀 畏惧是一种本能情绪 它不能够被克服 你能克服让自己不饿吗 你能让自己不渴吗 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有人还会说我们可以抑制畏惧啊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 能抑制的都是外在的表现 我让你看出来我现在不焦虑 我让你看出来我现在不紧张 但是这个情绪啊 仍旧是会产生的 所以 so how to be a fearless person 我们怎么成为一个无惧无畏的人呢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好的答案就是 正是困难的存在 接受我们自己畏惧的情绪 但是这个事啊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可太难了 这条路并不好走 拿我自己打个比方 我说一说自己的经历 我曾经是一名医科大学读临床本科的学生 后来呢我推免到了研究生 我自从上了研究生之后啊 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天的生活 啥叫一天的生活呢 我这每天早晨一起来啊 我感觉真的没有办法面对初生的太阳 我没空洗脸 我没空洗头 我甚至都不想刷牙 因为我脚在多睡五分钟的时间 然后呢奔赴到医院里 医院特别紧 我都是得蹭过去的 然后呢 着着急急的办理入院 办出院 接待患者 协助老师手术 一天可能晚上十点十一点才能下班 我的天哪 我当时就觉得生活无望 我每天怎么这么忙 但是又这么无聊呢 其实不是说 大夫这个职业不好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 人和人是生而不同的 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 其实都是由我们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我们如果过了错位的人生 这将是一件特别特别痛苦的事情 而我当时就过了错误的人生 其实我们的社会文化之下呀 尤其是我们北方 有一些所谓的正经职业 什么是正经职业呢 老师 大夫 公务员 银行的 没了 一共就这么几个正经职业 我当时在退学之前啊 我曾经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 我特别特别害怕 我害怕的不是既往自己的那些辉煌一下没了 我害怕明天出生的太阳啊 我的未来一下就变成黑色了 我对未来完全失去了任何的掌控力 害怕 那是真的害怕呀 当时啊 特别有趣的是 我觉得我 我既往的生活都是特别平稳 一帆风顺的 但是怎么突然一下变得七零八岁的呢 然后我的老师们 从上到下 从上面的院长 到下面的导园 一个个找我谈话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问了一个问题 哎 巧慧啊 你说 你不学一了 你去干啥呢 而我当时也给我问蒙了 其实我当时年纪小哈 我一下就蒙那了 然后我立刻就哭了 我 我去干啥呢 我也不知道 其实说实话呀 当时并不具备什么 在社会上生存的本领 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呀 我当时只会考试 可能能把这分考得挺高的 也就这样了 其实老师们肯定也都是为了我好 但是呢 我觉得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 还有他们提问题的方式 都是有偏颇有偏见的 比如说他们是大学的老师 他们一定会觉得 学术这个东西 一定是人间正道 一定是这样的 他们给我提的建议 也会带有时代的印记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呀 他们可能当时挺有信心 给我们劝回来的 但是不幸的是 我当时实在是太难受了 太痛苦了 然后我就退学了 退学了之后呢 我就进入了这个状态 我是fight还是flight呢 我面对对于明天的畏惧 我是战斗啊 还是逃跑啊 后来我仔细一想 我的妈呀 我逃跑了以后 我倒是被堵死了吗 我跑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明天一定会来临的 所以我就只能硬着头皮的fight 我怎么fight呢 当时我就进入了一个非常长的 好像无所事事的生活里面 我每天可能去搞点小社交 每天可能打点人工 做点兼职 这样一天一天就过去了 日子就这样往前推进着 我觉得当时啊 我这个畏惧的情绪 一点一点在减轻 这是为啥呢 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我得到的人生哲学 情绪 其实是人生常态 我们看自己朋友里的朋友 永远都是过得一帆风顺 四平八稳 和男朋友 与子之手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来一张照片 然后呢 转身去网红店打卡 感恩又是一张照片 你会发现你的社交圈子里的人 永远是过得那么幸福快乐 根本没有什么挑战和畏惧 但是为啥自己过得咋这么窝呢 自己过得全是充满了挑战 充满了情绪的生活 后来呀 我在自己的公众平台上 曾经发过一篇 关于意义重的科普文 然后呢 有一些人找到了我 这些人包括当时生活过得 非常平顺的这些人 他们找到我 提到了对未来的恐惧和他们的忧虑 还有一群人是我看起来觉得 无所不能 觉得他们太厉害了这些人 他们也跟我交代了 甚至有些人说自己患了抑郁症 因为实在是太害怕了 而且他们觉得生活无望 甚至会这样 他们这一跟我说 我感觉我倒是然了 为啥呢 因为我意识到了 这事是个人生常态呀 再牛的人 他也有情绪 过得再好的阶段 也会有情绪的产生 就是这样的 我当时更能接受自己 无所事事的生活了 然后日子这样一点一点往前过着 过着过着 我就去了英国留学 我去英国留学 其实与其说我选择了英国 倒不是说英国选择了我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自以为我们选择了命运 其实是命运选择了我 这样往前过着 然后呢 我去英国留学 我又领悟到了 我的第二个人生真谛 就是我们需要学会 和恐惧共生 我们生活之中 总会发生一些乱七八糟的 突发事件 足以引发我们 大大小小的情绪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了 要允许情绪的产生 但这不等于允许 它在我们的心上 四女 成为无畏的人之前 其实最重要的呀 是要先接受 眼前已经继承的客观事实 然后接受 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然后再继续接受 那些带来的无力感啊 愤怒啊 对自己的失望啊 这些我们都需要一定接受的 我们要接受自己是一个人 我们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 是人就会有情绪 也正是情绪 能让我们自己称自己是一个人啊 所以与恐惧共生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经历 我刚刚去英国的时候啊 我刚一落地的时候 我就许子 完了 因为我一落地 漫长的口音 跟我学的英语根本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英语 然后当时我就失去了交流的能力 然后在推教室门的那一刹那 第二个完了又来了 为啥呢 我也听不太懂同学说话 而且我听不懂课 因为我是从临床医学本科 后来学的心理学 所以说那些个术语 都是我闻所未闻的 最最糟糕的是 当时我在英国没有朋友 因为我游荡了好多年啊 我没有同届的小伙伴陪我一起去 情况最糟糕 我觉得也不过如此了吧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 当时我的大群导师在有一门课上 留了这么长一个reading list 这个reading list里边的第一篇文章 它是讲执行功能的心理学的 我读了两个page 用了我一整天的时间 我真的读不到第三页了 我那一天回到自己的寝室 然后我特别想哭啊 失败了 发现没劲儿哭 然后我就静静地看着天花板 我想我这个时候能给谁发短信求援呢 好像也没有人 那个时间大家好像都在忙着 这样的日子就这么往前走着 一年之后的我是什么样呢 一年之后的我呀 已经能说流利的英语了 不仅能听我还能说得很好 然后呢我是拿着 Distinction这个学位最好的学位毕业的 我还结交了一群非常要好的英国朋友 其实生活呀 往往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无论你到底欺负期待它 无论你到底怀不怀援着恐惧 反正答案或近或远 它就在那里 在此之前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这个 就是学会和恐惧共生 最后啊给大家说一个心理学上的命题 是我看见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 因为随着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 这些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发现 我们的情绪脑的功能已经在大脑上慢慢能够被定位了 那么人的本能是追逐快乐的 我们能不能一直用变刺激或者其他刺激 一直刺激大脑的某一个部位 让你一直产生兴奋啊快乐的感觉 你愿意成为这个受试者吗 不愿意 我在猜想 其实在座的每一位跟我都有同一个答案 一定是不愿意的呀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enjoy being 我们享受存在的这一个过程 享受每一分每一秒 无论它是让我们欢笑 还是让我们痛哭 对吧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Being fearless isn't to do with being brave but to do with acceptance Living with the fear and believing the answer in the future The fear will finally disappear and you'll be alright 这句话说的就是 其实啊 无所畏惧 并不关乎你有多勇敢 而在乎你接纳 我们啊 要学会和恐惧共生 也相信在未来的这一份答案 这一份恐惧迟早是会消失的 我们也都会安然不恙的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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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